東京奧運安馬永多鷹派的李志凱 安林玉清教練 隊友洪元席 以及全機女將陳念琴 吳石屹等人 週二下午搭計返台 人氣最旺的就是當年的翻滾男孩 分享這面奧運鷹派喜願 以及感謝 其實教練從小把我拉寶到現在 就是也是借學教練 就是都沒有放棄我 雖然說我有時候真的是 很不聽話 但是教練還是都會一直叮嚀我 要注意些什麼 然後還有一些訓練的一些計畫 時時刻刻提醒著我 所以大家還是要跟教練說 謝謝教練 辛苦了 大家可能知道 在七月初的時候 可能爸爸身體有些狀況的出現 但他們都一直不敢讓我擔心 我不敢對不起我家人 但我也不敢對不起 就是所有在做備戰的所有夥伴 我如果出門了 我染疫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兩邊的風險我都承擔不起 當然是很謝謝家人對我的支持 就是給我很大的鼓勵這樣 因為志凱本身也很努力啦 因為我們看他進決賽 我就坐在那邊已經哭兩次了 因為我們進決賽 我就很 覺得很欣慰了 因為在禮樂當中 我們第一次預賽就已經失敗了 我們就空空的回去了 這次能堅持到最後 然後拿下銀牌 我真的覺得他非常努力 也跟他恭喜 因為 總之二十多年來 看他的努力 不斷地受傷 這個階段性都是教練看在眼裡的 然後最後還堅持到完美落地 我真的是有一種 有一種 也不能哭得太大聲 就小聲一點 那真的喜悅藏在心裡 東京奧運的經驗 讓教練選手們對明年亞運 以及2024巴黎奧運 滿懷雄心壯志 回到台灣稍作休息之後 要繼續苦練 邁向未完成的奧運金牌 歡迎尋商商 虎華軍 綜合報導